我经常看到有人提问,说崔医生,我总感觉自己痰很多,怎么吐也吐不完,也吃了化痰的药,但有时候感觉好一点,有时候呢,是一点效果都没有,这是怎么回事呢? 这是因为你没有找到痰的根源在哪里,失痰在痞,顽痰在肝,年痰在肾。 今天崔医生教你贱皮疏干益肾化痰诗,我们先来说说失痰在皮,失痰指的是那种痰很多,质地清晰,很容易咳出来的痰,颜色是白的,这种人平时呢,总是感觉很疲惫,全身都很沉,肚子胀,不想吃饭,脑袋呢,也总是昏昏沉沉的。 为什么说这种痰是皮的原因呢?皮主运化水液,如果皮虚运化湿肠,导致水湿停留在体内,时间一长就会形成痰湿,这时候呢,就要见皮造湿化痰,可以参考一个二臣丸,再来看丸痰在肝。 丸痰是什么痰呢?就是你感觉自己吃了很多化痰药,感觉还是有痰,非常的顽固,这都是肝的问题了,肝煮出泻能调畅人体的气机。 这个痰在人体,就像是河道里的淤泥一样,你想让它排出去,是不是要靠强力的水流来冲刷? 如果肝气不行,这个痰呢,就排不出去,这种人都还伴有肋骨下胀满,心情抑郁,经常打嗝,叹气,大便不畅等情况。 那这种人呢,就要书肝里气化痰,可以参考一个柴壶书肝丸,最后来说黏痰在肾,这种人的痰很黏,不好吐出来,亮不多,颜色一般是黄的,一般还伴有肝壳,痰里呢,偶尔还带有血丝,晚上心烦睡不着觉,手脚心热,小便也黄,有的人还会伴有腰西酸软。 这种人,多是因为肾中虚火旺盛,就像是大火收支一样,把精液煎熟成痰,所以这个痰呢,特别的粘稠。 像这种人,你就可以参考一个百合固金丸。 好了,这就是崔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,要注意的是,用药呢,一定要对症,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情况,可以让专业医生来帮你辩证,那我们下期再见。